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生活版 一句话咒死了老丈人 从此彪悍的老婆与他不共戴天 下手一次彼此的恨 二人离婚之后 前夫却纠缠不休 最终引发一起试案 一向窝囊的袁小平 竟会变得那么的猙獰和羞 被扎伤之后 前妻为何替前夫求情 他们之间的恩怨何时 才是尽头 七强夫弱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08年11月的一天 北方的某个村子里是哀乐大作 白纸漫天 原来是在给村里的一位 老人崔老汉举行出殡仪式 在出殡的队伍中 哭得最伤心的是 崔老汉的独生女儿崔蒂 此时的崔蒂双眼早已哭红 声音也早已哭哑 不停的垂胸顿足 完全是痛不欲生的模样 这时有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 悄悄的跟上了送上的队伍 他脸色铁青 神情紧张 不断的拉低帽颜 藏头藏尾的 似乎不想让人认出自己 然而崔蒂还是很快就发现了队伍后混入的这个男人 一看到他 崔蒂就像了仇人似的 只听崔蒂嘀吼了一声 嗖的就扑向了这个男人 兜头盖脸的是玩死里打 这崔蒂是边打边骂道 你咒死了我爸 我今天就要你给我爸偿命 可是那个男人毫无招架之力 被打趴在地时满脸是解 不停的求饶 而崔蒂却毫不留情 像疯了一样的是猛砸猛拽 下手一次比一次的狠 周围的人怕出事 连忙上前拉住了崔蒂 被打的男人乘机爬起身 一溜烟的跑 看见男人仓皇逃跑的背影 崔蒂依然咒骂不值 仿佛那个男人就是他的杀父仇人 而让众人不解的是 那个男人不正是崔蒂的丈夫袁小平吗 他怎么会和崔老汉的死有关呢 要想说清这一切 就要从袁小平和崔蒂的婚姻说起 这崔老汉是村干部 样样都要强 可偏偏他老婆的肚子不争气 直到三十多岁才有了独生的女儿崔蒂 中年德女的老夫妇自然非常溺爱这个女儿 再加上崔老汉在村里遗旨气使惯了 这崔蒂也就养成了泼辣 骄横的性格 为人强势的甚至有些霸道 可想而知 这样的性格也导致崔蒂的终身大事 是迟迟不能解决 这可把崔老汉愁坏了 既然附近的人不好找 那么就找个圆点的吧 于是啊 崔老汉托人在几十公里外的线上 给崔蒂找对象 果真还找到了这么一位 这一位就是袁小平 这袁小平呢 是线上某国营制造厂的一个小干部 虽然啊生的瘦小 但是呢白净斯文人也老实本分 袁小平的家是农村的 家里很穷 母亲早逝 父亲呢有病 弟妹还多 拖累很重 所以啊一直在镇上找不到对象 年龄也不小了 这崔蒂和袁小平近人介绍见面后啊 觉得对方还凑合 尤其是崔老汉 看中了袁小平国企小干部的身份 觉得能跟着沾沾光跳出农门 而袁小平啊 见到崔蒂是身强力壮 干事利落 想着可以帮衬自己一家 不久啊 崔蒂就嫁到了县上 婚后呢 袁小平通过关系 把崔蒂弄进了自己所在的工厂 当了一名临时工 崔蒂呢也包揽了家中的大小事物 一年后啊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个小家庭的日子磕磕绊绊 说不上有多甜蜜 但也算得上安稳 但是一件事情的发生 却让这个家庭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那么究竟是什么改变了这个家庭呢 原来他们结婚两年后啊 制造厂开始减原增效 就把崔蒂啊给裁掉了 此后呢 一家三口就靠袁小平不多的薪水来生活 随着孩子的吃穿用度啊 越来越大 他们的日子啊 也过得越来越紧 刚好啊 崔蒂有个同乡 在菜市场卖菜 最近改行了 想把摊位转租出去 崔蒂听说这个菜市场的生意不错 几乎是稳赚不赔 便顾不上跟丈夫商量 立刻就盘下了老乡的这个摊位 这袁小平知道后啊 却不满意 他觉得自己大小也是个干部 老婆抛头露面的卖葱卖蒜 让人看到了自己的脸还玩哪割呀 可是啊 崔蒂却反唇相机说道 我凭自己的本事吃饭 又没偷又没抢 怎么就丢你的脸了 我不去 就凭你那点死工资 让我们娘俩和西北风啊 别自己没本事 还在那穷矫情 噎得袁小平是说不出来话呀 值得认他去了 还真别说 这崔蒂啊 确实是有些生意的头脑 把这卖菜的摊子啊 经营的是红红火火 几年下来挣了不少钱 而与此同时 袁小平的工厂效益是越来越差 他拿回家的钱也是越来越少 于是呢 这个小家庭的经济支柱 由袁小平就变成了崔蒂 另外一方面 生意的红火 也让崔蒂是无暇顾及家务 而袁小平因为厂子不景气 倒是空闲的时间越来越多 便干起了洗衣服 做饭 带孩子的活 就像个家庭富男 那么这个家庭 渐渐的就成为了女主外 男主内 随着家里经济地位的改变 夫妻二人的地位 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老婆崔蒂在家里 说一不二 甚至是盛气凌人 而袁小平只能步步退让 有时可以说是人气吞声 渐渐的夫妻双方的亲友们都知道 在这个家里只有崔蒂说了算 眼见自己的老婆成了女霸王 而自己却越来越不被当回事 袁小平觉得自己是既无奈又尴尬 甚至有些屈辱 于是袁小平跟崔蒂硬碰硬的干上 他们经常为一点事就大肆的争吵 面红耳赤 摔盘砸碗 谁都不让谁 然而在这种针锋相对的争吵中 袁小平不但没有获得他想要的面子和地位 反而失去了他最不想失去的东西 夫妻感情 一天上午两个人又发生了争吵 崔蒂骂得非常难听 袁小平实在是气不过 就打了崔蒂一个耳光 崔蒂愣了几秒 随即便生死历劫地哭道 好啊 你还学会打我了 老年我不跟你过了 说罢就哭哭啼啼地跑回了娘家 没成想 当天下午的崔老汉就怒气冲冲的找上门来了 刚一进门 崔老汉就踹了袁小平一脚 骂道还反了你了 袁小平本来就有些懊悔动手打了老婆 现在又见老丈人是火冒三丈 便不再吱声 任听老丈人教训自己 崔老汉把女婿骂了个狗血喷头 才气横横地离开了 从此以后呢 只要两人一干架 崔蒂就回娘家 跟自己的老爹添油加醋地哭诉 随即啊 崔老汉保准是碾上门来 帮着自己的闺女收拾女婿 骂的也是一次比一次难听 下手也是一次比一次狠 完全不顾及袁小平的面子和感受 在老爹的撑腰下 崔蒂是更加的骄横 常常啊 把袁小平欺负的事有苦难言 而让袁小平更痛苦的事还在后面 那就是他所在的那家制造厂 在半死不活的维持了几年后 彻底的倒闭了 袁小平失业了 丈夫的失业 也让本就危机四伏的家庭关系更加紧张 看到老丈人总是穿跺着崔蒂跟他离婚 袁小平很恼火 却不好发作 一句话竟然咒死老丈人 彪悍的妻子从此把他视作仇人 崔蒂立刻扑向了袁小平 恨不得把他给撕碎 这段女强男弱的婚姻能不能维持下去 他们之间还有哪些恩怨纠缠不清 欺强夫弱正在播出 崔老汉当初把女儿嫁给袁小平 可看重的就是他国企小干部的身份 没想到袁小平不仅没能让自己的女儿混个工人的身份 还成了靠女儿养吃闲饭的人 处处要强的崔老汉 此时是打心眼里瞧不上女婿了 觉得自己宝贝闺女跟着这样的一个窝弄费 真的是亏大发了 于是他不止一次的跟女儿说 跟这样的人有什么好过的 不如趁早离了算了 虽然袁小平和崔帝之间时常为一些家庭琐事发生矛盾 但是离婚二字两个人却都绝口不提 直到有一天 袁小平出口诅咒老丈人 从此他的家庭彻底毁灭 那么在女婿和老丈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呢 原来那天崔老汉又帮着女儿教训起了袁小平 当时崔老汉喝酒喝多了 打骂起女婿比平时更加厉害 袁小平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回了崔老汉几句 并在躲避崔老汉的拳头时推了他一下 崔老汉年纪大了 一下子就跌倒在地 气得破口大马袁小平 直叫女儿立刻跟袁小平离婚 崔帝见袁小平竟敢对自己的老爷子动手 也气得是浑身发抖 他嚷嚷着要跟袁小平马上离婚 说完就扶起崔老汉头也不回的走出了家门 袁小平健壮也是气昏了头 冲着老丈人的背影脱口就咒骂道 天底下哪有爹总是窜着女儿离婚的 你这老汉心眼也太坏了 小心出门让车撞死 然而让袁小平没想到的是 他气头上的一句咒骂真的是应验了 几天后崔老汉因为醉酒过马路 被急驰而来的车活生生的撞死了 崔老汉的突然惨死给崔帝极大的打击 他简直是痛不欲生 几次哭昏了过去 悲痛之一于崔帝把这次不幸就归咎于袁小平的那句咒骂 如果不是袁小平咒骂父亲被车撞死 父亲怎么就会死在车轮下 对是袁小平咒死父亲的 他必须给父亲偿命 想到这儿崔帝立刻扑向了袁小平 恨不得把他给撕碎了 袁小平见崔帝已经失去了理智 说什么都没有用 只得是灰溜溜的先躲出去 几天都没有再敢跟崔帝碰面 到了崔老汉出病的日子 自知失言心怀愧疚的袁小平偷偷的赶来混进了出病的队伍 想送送老丈人 没想到被眼间的崔帝发现了又是一场打骂 这就是本节目开头所出现的那一幕 在崔老汉下葬一个多月后 袁小平想着崔帝能消点气了 便壮起胆子来到了岳母家 想把一直住在这里的崔帝给接回去 好好地赔礼道歉 一起过日子 然而他却接不回崔帝了 这崔帝偏激地认为 就是袁小平咒死了父亲 说什么都不肯原谅他 并铁了心要离婚 袁小平再怎么解释央求都没有用 他是既委屈又无奈 所以他想不如就先顺着崔帝的心情 让他出了这口恶气再说 于是袁小平便同意离婚 并且在夫妻财产分割上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将卖菜的摊位和房产都让给了崔帝 并独自承担起了抚养儿子的重任 在法院的调解下崔帝同意补偿给袁小平15万元 两人就此事调解离婚 出了法院之后 崔帝是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袁小平看着崔帝远去的背影 心里却有自己的盘算 他相信崔帝在冷静之后一定会原谅自己 毕竟两个人已经有了孩子 他不相信崔帝会对孩子置之不离 只要自己比以前对崔帝更好 自己复婚的日子不会再等太久 可是事情却并不如他所愿 离婚之后 袁小平带着儿子在自己原来的家附近租了一个房 还在崔帝摆摊的菜市场找了一份记账的工作 袁小平觉得只要守在崔帝的身边 就能随时照顾他 抓住每一个化解他心结的机会 所以只要抽得开身 袁小平就主动的过来帮崔帝卖菜 崔帝拒绝了几次无效后就停之认之了 这让袁小平觉得复婚有望 于是干得更卖力 崔帝经常会做些好吃的让儿子过来吃 而孩子想着父亲 每次吃饱后都不忘给袁小平带一些 崔帝也不好说什么 袁小平看了就觉得 这是崔帝的意思 对于复婚就更有信心了 然而就在袁小平觉得复婚指日可待的时候 一件事情的发生 又让他彻底的从头量到了脚 离婚之后前夫纠缠不休 前妻出口伤人 竟然扯到当初袁小平咒死了自己的老爹 今天袁小平他爸吐血真是活该 纯属暴力 前夫忍无可忍 一场续案 一触死发 他顺手拿起桌边的一把水果刀 向崔帝捧去 被前夫扎伤之后 前妻为什么又为他求情 七强夫弱正在播出 那天袁小平又趁工作间隙 转到了崔帝的卖菜摊上 却看到崔帝正跟一个男人是说说笑笑 样子很亲密 这个男人叫阿豪 是一个小老板 袁小平早就听说阿豪死了 老婆现在是单身一人 并且一直对崔帝有意思 看到这番情景 他冲过去对阿豪嚷道 你离我老婆远点 崔帝一听 脸色立刻就变了 说道谁是你老婆 我跟你早离婚了 我跟阿豪已经准备结婚了 我和你是不可能复婚的 你趁早死了那份心吧 终于袁小平明白了 复婚一直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崔帝根本不想再回头了 自己所做的一切让步 一切努力都没用了 事到如今是赋税难收 就在这时啊 袁小平的工作又丢了 老板呢 嫌他不安心工作 总是往前期的卖菜摊跑 便炒了他的鱿鱼 工作没了 收入也没了 可是他和儿子还要吃饭 还要交房租 怎么办呢 袁小平想起啊 在离婚的时候 崔帝同意补偿他15万元 事后啊 崔帝一直没给 他也一直没要 于是呢 袁小平就找到了崔帝说到 既然你不愿意复婚 那就把那15万元离婚补偿给我吧 从此我们各走各的路 崔帝听后却满脸的鄙夷 撇着嘴说 袁小平 这15万元里有几分是你挣的 凭什么给你啊 再说了 我现在也没钱呢 全压在货里了 袁小平见崔帝公然翻脸 不认账 不由得及了 跟崔帝是争执了起来 这崔帝啊 便嘲讽袁小平 不想着自己挣钱 只会算计女人的钱 太没羞没臊了 在崔帝连珠炮的骂声中 袁小平是败下阵来 一脸傲丧的走了 后来啊 袁小平又几次上门 为崔帝要离婚赔偿 都被崔帝羞辱一番事 撵出门去 这袁小平实在是 没想到自己长期以来的谦让 压抑和卑微的讨好 却换来了崔帝一次比一次 更过分的蔑视和嘲弄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交恨 跋扈不讲理的女人 自己怎么可能人到中年了 去混的没家没房没工作 眼看连儿子都养不起了 这女人是要把自己碗绝路上逼啊 袁小平对崔帝的不满越积越多 终于有一天 一件事情的发生 让袁小平的容忍达到了极限 最终导致了一场血案 这天呢 袁小平接到了老杰的电话 说他父亲突然吐血晕倒了 要立刻手术 急需要一大笔钱 袁小平一听就慌了 赶紧跑到崔帝家 想要那15万元的离婚补偿 给父亲治病 没想到崔帝还是一口咬定自己没钱 全压祸上 两人便为此吵了起来 崔帝又开始嘲讽袁小平 说他这个男人啊 真没用养不起儿子 救不了爹 而且呢是越说越过分 竟然扯到当初袁小平 咒死了自己的老爹 今天袁小平他爸吐血 真是活该 纯属报应 此时的袁小平 为了给父亲筹救命钱 已经急红眼了 一听崔帝说这种话 多年来受屈辱 积下来的怨分是腾的一下就全都爆出来了 他顺手拿起桌边的一把水果刀向崔帝捅去 崔帝倒在了血泊里 事后呢 袁小平投案自首 崔帝因为抢救急时脱离了危险 崔帝卧床养伤期间 回想起袁小平动刀的场景仍然是心有余悸 他没想到一向窝囊的袁小平竟会变得那么的猙獰和凶狠 他被震惊了 也被吓坏了 而这是袁小平父亲因为缺钱不能及时手术 最终病逝 这让崔帝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袁小平被抓起来之后 儿子转由崔帝抚养 孩子时常在母亲面前念叨父亲的好 让崔帝听的是难免有些心酸 这时啊 崔帝开始反思 为什么自己跟袁小平会走到这一步 他逐渐认识到 是自己过去的骄横霸道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如果自己不总是那样的恶与重伤和欺辱 袁小平夫妻就不会吵闹 翁绪就不会对骂 自己就不会离婚 袁小平也不会被逼急了血腥报复 现在自己身心受创 袁小平的一生也毁了 真的是两败俱伤 受伤的崔帝反思之后 不顾母亲的劝阻做出了一个意外之举 那就是为前夫袁小平求情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这么做 对袁小平的判刑是否有改变呢 那么崔帝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律师告诉的 这样啊 有利于袁小平的量刑 那么崔帝说的有道理吗 今天呢我们要讲到的就是被害人的过错与谅解 崔帝求情的行为啊属于量刑时考虑的被害人谅解的因素 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 因为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计划引起的犯罪 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 应当作为着定量刑情节与考虑 此外呢 在这起案件中啊 崔帝是有一定的过错 尤其是在激化矛盾方面 而被害人过错 也是从宽处罚的因素之一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延相继行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22 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 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 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备因素的突发性犯罪 应酌情从宽处罚 那么根据以上的规定啊 最后人民法院判处袁小平犯故意伤害罪 从轻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在探监事里 袁小平又一次见到了崔帝和儿子 此时的崔帝伤势已经恢复 袁小平痛哭流涕的请崔帝原谅自己 因为那场行凶不仅造成了崔帝受伤 还搅黄了他的婚事 此时的崔帝也流下了眼泪说道 我也有错 不该那么激你 什么都别说了 好好服刑吧 路还长着呢 观众朋友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与传统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婚姻模式迥异的女主外 男主内的婚姻模式是越来越多了 其中啊 固然有矛盾重重的 但是呢 也不乏有幸福美满 说到底啊 在婚姻中 不管是男强女弱 还是女强男弱 只有互敬互爱 互相尊重 和珍惜彼此 对家庭的付出 才有安宁与和谐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